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可不一般 这方燕台的制作者是中国制燕史上的一位传奇的女性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一方著名的燕台 它的名字叫绵绵刮碟燕 这方燕台根据燕石的原始形态随行雕刻 燕台的顶部分别雕有刮叶 刮曼以及花朵 燕台的正面是两只相对而逝的蝴蝶 蝴蝶的一对翅膀正好被刻成燕台的燕堂 也有一番情趣 明明瓜田叶它有很高的历史跟艺术价值 首先它说在它的制作上 它是用一块天然的石材整个雕作而成的 非常巧妙的它端石上有这个石眼 两个天然石眼它正好是做成了两只蝴蝶的眼睛 而且在雕刻上蝴蝶的须发翅膀经脉都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细腻 然后它在它的石眼的背部雕刻一个肥硕的刮的形状 下面整体是一个大的刮形 上面有各种小的小刮 所以这个燕叫绵绵刮碟燕 这是它在艺术上雕刻非常的精美 而且设计非常的巧妙 绵绵瓜叠 瓜是指的大的瓜 叠是小瓜 绵绵瓜叠就比喻 就是咱们古代在各种文物题材上常用的这种图案 它寓意就是子孙绵延 就是人丁兴旺 专家说绵绵瓜叠燕是端燕中的珍品 端燕产于中国广东省的赵清 在古代这里被称为端州 制作端燕的石材都取自一条名为端锡的锡流中 人们将采自这里的石材称为端石 由于端石的质地和花纹不同 工匠还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 比如青花 火纳 椒叶白 鱼脑洞等 它的特点就是石头非常的致密 非常的细腻细嫩润洁 然后因为它是作为燕塔来时 文人在发墨就是磨磨的时候 他特别容易发墨 所以说在几个方面它是最优良的 所以它称咱们这个四大名燕之首 这个燕石本身它是选用的端石里头比较好的燕材 咱们说一般像椒叶白上面都有这种品种在上头 在绵绵瓜叠燕的背后 刻有这样一段传书名文 绵绵瓜叠燕为吴门故女史所至 经三月月史成 赶其功之精而心之苦也 因书已识 李云龙 据专家介绍 撰刻这些名文的是一位名叫李云龙的人 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记载 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名文中提到的顾女史 在中国制燕史上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她就是中国著名的女制燕大师顾二娘 作为女性来说 做燕大师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就是因为女性毕竟在身体上 体力上跟男性可能还是有所区别 所以说历史上作为女性的制燕者 相对还是比较少 顾二娘这个人是一位女性了 她是昂西到乾隆时期的这样一个人 她并不是姓顾 虽然叫顾二娘 但她并不姓顾 她本姓周 是嫁给了姓顾的 所以她是随着夫家的姓 她的丈夫叫顾启明 夫家三代都是当时的智燕名家 她是江苏 当时叫吴门 就是现在的苏州人 制作实验需要在实材上进行雕刻 既是手艺活 也是力气活 在中国古代 这项记忆常常是传男不传女 顾二娘刚刚嫁入顾家时 只是干些刺绣的活 由于她对智燕记忆非常着迷 没过多久就开始跟着丈夫学习制作宴台 在智燕上顾二娘很有天赋 她很快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就在顾二娘潜心钻援智燕记忆的时候 顾家发生了一件事情 她改变了顾二娘的人生 原本顾二娘应该和丈夫夫畅畅附随 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但是她的丈夫顾启明 却英年早逝 史书中对智燕顾家 有这样的记载 子死 其独善其异者 二十余年 意思是说 丈夫去世后 顾二娘独自撑起了顾家的家业 她不仅掌管着家里的生意 还认真钻研家传的智燕记忆 并将其发扬光大 特别是就是说 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后 在当时就是 说领军这种智燕二十多年 所以是很有传奇性的一个女性 而且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对于这种石头的辨别非常有能力 而且她是 说是传说她用脚就能辨别 这种实质的优劣 用脚一踩 一踩就能知道 所以人家给她叫做 叫顾小脚 而且她制燕 就是不是说老坑的这种 非常好的石头 她是不刻的 所以说传世她的作品 据说也只有100多方 所以传世作品是比较少的 顾二娘提出 卓燕应孝明代铸造 宣德香炉之一 因此 她制作的燕台既有设计上的巧思 也有古朴典雅的韵味 顾二娘制燕很喜欢利用石眼 以眼构图 像绵绵瓜蝶眼 就是用石眼做蝴蝶的眼睛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咱们介绍这方 绵绵瓜蝶眼 它就是用这种 叫做薄翼的这种雕刻工艺 所以不是说深浮雕或者是浅浮雕 它是薄薄的一层 对于燕石不做过多的改动 略加修饰 略加雕琢 让它保持这种石头原来的形状 有这种天然跟人工巧妙的结合 所以非常的雅致 也体现了女性制燕这种圆润温柔的这样一面 顾二娘制燕最大的特点 就是善于利用燕石的天然形态 它制作一方燕台 往往会对燕石仔细揣摩 变其形 惠其意 专家说 绵绵瓜蝶眼是顾二娘中晚期的作品 那时的她已经是顾家的掌门人 制燕手法已是炉火纯青 绵绵瓜蝶眼的名文上刻有 经三月月始成的文字 就是说 顾二娘足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揣摩这块燕石 直到将石材的形状文理了然于胸 才下刀刻焰 由于顾二娘高超的制燕记忆 当时的文人们都以能得到她制作的燕台为荣 据史书记载 有位黄姓文人 誓焰成体 他在端州做官时 得到一块好燕料 为了找到一位制燕高手 他将石料收藏了十多年 后来打听到苏州 有位制燕大师顾二娘 黄姓文人便千里迢迢 携石料赶到苏州 顾二娘见此人新城 石料也的确是块好料 就高兴地为他制作了一方精美的燕台 黄姓文人十分感激 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交情 后来 顾二娘又为其制作了多方名燕 绵绵瓜碟燕作为顾二娘的代表作 一直被后世文人悉心收藏 在燕台的背部呢 还有四方印章 记载了他的传承历史 这四枚印章的印文分别为 曾在李陆山处 曾在云香别馆 北千和梅西家藏 一方呢 叫曾在李陆山处 李陆山呢 它是清朝雍正时期的 一个曾任的浙江的一个巡抚 同时呢也是一个大的藏书家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藏书里头 曾在李陆山处 一看就是它收藏的 其中还有一方印呢 叫梅西家藏 梅西呢 我们查了一下就是 好梅西或字梅西的古代文人呢 其实有那么几位 其中最有名的是 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位 著名的文人学者叫钱勇 可能是经过他收藏 而且钱勇呢 也是江苏金贵人 据专家介绍 另外两枚印章 曾在云香别馆和北千 至今已经无法考证印章的主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 绵绵瓜蝶宴 一直在中国南方 被文人雅士珍藏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这方宴台才被首都博物馆收藏 首博的收藏呢 有的是比如说名家捐献的 有的是出土的 有的是上级单位播交的 所以这个宴台应该是我们上级单位播交的 所以说对于它的原始的流传 现在已经没有确切的记载 中国文博界有句古话叫 陆子刚的玉 顾二娘的宴 意思是说呢 这两位中国古代工艺大师的作品 渐渐都是不可多得的真品 这方绵绵瓜蝶宴 不仅让人们领略了顾二娘精湛的志愿记忆 更让后人体会到这位坚强女性不凡的人生 好了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